朝廷的君说 如雪片断传来 都是催促忠诚引军出关 袭击吐蕃唯未就诏 我们大军就要来了 这小小城堡里的人 都会得死 七场 退下卢水关 圣上请我息来 问高忠诚几句话 忠诚 高氏 本要自财 你歇圣上 报 吐蕃大军 全军已出云山城 向吐蕃大军而来 我们该去拿回云山城了 吐蕃大军 毕竟只有区区六千手军 万一不能减少 吐蕃大军来了 烟雾 还有他的两万精兵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吐蕃大军 援军到了 高忠诚今日在剑南 不出也不少 反而退后一步 将吐蕃军 诱入峡谷 再夺回云山城 断了他们的后路 不得其路而出 成了梦中之兵 以严谨耿直闻名的高忠诚 却施展出了这么出神入化的战术 长安有救了 来 为了长安 果然是会选择 你忍不住 那不不的是